今天的频道是教你们如何追女孩 而我教的人通常是宅男、打机、看买买书、砌模型 是完全没有女朋友 我是教那些游灵开始的 如果一见到女孩就可以追到那个方法 我就不懂了 现在我教你那些是正正常常 如何可以追到一个女孩 追女孩不求人 是靠自己用很科学性的方法 教你们如何追一个女孩 其实追女孩很简单 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场合 你连有机会也认不出一个女孩 那你如何追到一个女孩呢 我是一个很实实的宅男的例子 我是喜欢打机 我喜欢看漫画书 我喜欢看空间 我喜欢幻想 砌模型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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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女孩都不知说什么 又想追女孩 在20岁之后 我想结婚女朋友 但又不知怎样开始 每一次跟异性聊天 就很想去结婚她 但又不知怎样开始 由今次我们的YouTube里面 就教你们如何追女孩 而追女孩 就像我之前所教的 命运 如果你们有看我的YouTube里面 如何改变你的命运 就会更加加密报 我今次所说 你想如何如何改变你的命运 可以追到女孩的话 第一件事就是 你適合的场合 如果你整天的时间 是打机 看漫画书 砌模型 那你在幻想的空间里面 你如何去结识而胜呢 所以结识而胜 是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而环境的话 其实很简单 公司的聚会 朋友的聚会 同学的聚会 又或者朋友介绍 你的规模的朋友 介绍一些异性的朋友 给你聚会 又或者是上课程 上 course 上那些夜晚的课程 又或者是 身边的文安队 红十字会 那些这样 总之就是 制造一些机会 可以认识到多些异性 而从而里面的话 第一个就是 随便认识到 而当你 第一样是 建立一个环境 去结识到异性 当你建立到 一个很好的环境 去结识异性 第二样就是 主动 如何主动呢 你要主动跟人聊天 了解对方 如那些 vậy 你都坐在一旁都不说话 那别人怎样去认识你 你又怎样去认识这个女孩呢? 所以主动是很重要的 简单来说 是你的胆识 其实就不是很简单 但其实也不是说得很难的 其实等同于你认识一个朋友 一个男社的朋友也一样 聊聊聊天 了解对方 不要以追女孩的心态 以结识朋友的心态 去主动和别人聊天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还有 我觉得第三样东西 就是交際的方法 而交際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认识多些人聊天 就是可以的了 以前我是一个 行政人员 就是admin 人事部等等 所以很少 去主动接触别人 都在工作上去接触别人 当我做了销售员开始 去接触别人 交際能力如果好的话 结识异性是根本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回顾这么多年 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是你的交際能力 如何和别人沟通? 很重要 如何和别人说出不同的话题 主女孩第一件事就是环境 就是 之前说过 你建立一个环境 去结识不同意性 第二 主动去和别人聊天 第三 在聊天里面 如何和别人沟通 而沟通里面 我想提及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记住 知道女孩 知道女孩 不是真的去追 好像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捉过鸡 捉过动物 如果越捉他 他越走得越远 他越有旁迷你 越走得越远 你越难追 除非你被他拍得这么快 也就是说 是很辛苦很辛苦 才可以捉过他 如果你用孔雀开平的方法 就很容易追人 孔雀开平的话 是不需要追女孩 你只会展示自己本身的特质 的优点 吸引异性过来 所以是吸引人 是好过去追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追女孩的重点 所以我可以再总结 就是 当你想追一个女孩 你会建立一个活动环境 或者我有个同事 他会去相亲 他会去朋友聚会 他会叫朋友介绍 或者是想召唤认识 真是全然全然可以多些机会 去认识女孩 认识女孩之后的话 就在环境里面 去主动去表现一下自己 让人了解多些你 最重要是让人了解多些你 其实你以朋友的身份 和他聊天是没有问题的 聊多些 聊多些 了解多些对方 其实 当你聊多些 聊多些 聊聊对方 就有一种 大家有朋友的感觉 大家开始了解对方 那女性的戴心也会少了 那你就可以 要多些他出来 了解多些他 是这样 记住 当你 我觉得 那些女孩 是分几个阶段 第一 是 是不识 别识 所谓她是朋友的阶段 第二 就是好朋友的阶段 好朋友的阶段 就是 你约什么 他都会出来 什么都可以谈的 第三个阶段 就是 外媒的关系 就是 你看看我 你看看你 但是有点尴尬的 又或者 坐近一点 大家有点尴尬的 或者是 有好感的 微笑的 如果去到这个阶段 你基本上 都能追到的了 对这个女孩 但是 如何去到 外媒的关系呢 所以我就想说 你 其实 跟一个女孩 做个朋友的阶段 其实是不难的 做个好朋友的阶段 也不难的 又难 去到她 闺脈 外媒的关系 就难了 你怎么可以突破这个阶段 就是 正如 刚才所说 去表现自己 令到 大家 那个女孩 对你有好感 对你有好感 对你有好感之后 肯定要 避免一些信号 告诉你 告诉你 你喜欢她 这个信号的话 送一些小礼物给她 又或者 跟她去 或者去交易 去晚一点 好笑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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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 做普通朋友 千万不要去太晚的夜间 因为人们会觉得有防卫 所以 就不应该去太晚的 但是 当你 你想由 好朋友 去到 这个关系 我自己觉得 就应该 送一些礼物 去夜间 或者尽量靠近对方 看看人家会不会闪 这种类似的行为 所以 避免的阶段 和感觉 很多时候 那些人 想避免 看了不同的书 学了不同的方法 但是有什么都追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不同的作者 作者的命 作者的性格 作者的环境 你都不是作者 作者的方法 你跟随他的方法 都没用的 他的方法可能正确 但是 你不是作者的本人 你都不是作者的特质 你都没有发挥 所以 主女孩 都应该 是 用自己的命 自己的特质 然后 在适合的环境里 改变 就是命运不命运的 我之前教我们 命运不求人 就是这样 这样才可以 抓到女孩的机会 大活动 其实 女孩 和男孩 都是一样的 女孩 都希望有个男朋友 她 都会孤独的 所以 但是 女孩和男孩 有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 女孩是以感觉 而喜欢的男孩 而男孩 以女孩的样貌 而喜欢的 所以 我教你如何如何追求女孩 是由感觉开始 慢慢由朋友 再由好朋友 再由规模开始 今次的YouTube 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YouTube 频道的话 请订阅我 和叮我叮叮 我有什么新的视频 就会立即通知你们 多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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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